与金华城案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原定20号开会访谈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不过会议临时取消改成26号召开 多次未出席的关键人物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上午一约低调的出现在了会议室 一大早他进入之后是由后门来进入 因此所有媒体都铺了空 只能透过门口的奉讯看到他来回的走动 那看到他疑似跟议员打招呼时 面露轻松的笑容也引发了在场媒体的热议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出席活动受访 回忆与先前相同强调事实到哪里就会处理到哪 北市府全力配合调查